两个月前有位网友无意中发现 换气扇的百叶窗挡板竟然会波浪式开闭 经过长时间观察 发现这种波浪开闭动作稳定而持续 令他十分疑惑 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同样大惑不解 直到前些天坐飞机出差 刚落地竟听见引擎发出爆响 并冒出了火苗子 这个动静令我陷入沉思 发动机喘振回火 是否和换气扇百叶窗的波浪开闭有某种关联呢 带着疑问 我们还是研究下这款换气扇 当马达动力不足时 微弱的风力只能推动百叶窗小幅开启 造成气流冲击挡板风扇被压升高 于是在不均匀的来流中 某个叶片会在升高的逆压梯度下 首先失速 形成甜色通道的湍流 使进气流受到阻制向两边偏转 导致后方叶片的冲角增大 跟着失速形成新的湍流 而前方叶片的冲角减小 气流正常运动 因此风扇转动时 失速的叶片会自行恢复 并将失速区转移到后叶 造成失速器团以很慢的转速相对风扇返旋 那么从地面看 失速团由于叠加了风扇转速 就和风扇同向旋转 这被称为旋转失速 此时失速器团制造的周向脉动气流 使百叶窗受到同步旋转的压力波动 所以称波浪式开闭 但这又和发动机闪阵有啥关系呢 为了找到换气扇的旋转失速 和发动机闪阵的关联 我们就来观察一台窝喷发动机 本来它转得好好的 也不知为啥飞行员突然抽风收油 使转速骤然下降 以至于低于正常范围 此时进气流因大幅减速 造成压气机叶片的气流正冲脚不断增大 叶片眼看就要失速 但和前面那个破风扇一样 这些叶片也装得七歪八钮存在误差 加上入口的空气流畅也同样不均匀 于是盘子上有个叶片 首先失速将通道拥塞 迫使来流受阻向两侧偏转 导致后叶冲脚增大跟着失速 而前叶的冲脚减小则不会失速 因此叶片转动也制造了相对缓慢反旋的失速气团 从地面看这些气团和压气机同向旋转 形成高频脉动气流 于是也出现了旋转失速 这时失速的叶片因无力增压 造成叶盆一侧突然卸载 就会像弹尺尺一样震动 看来随时会崩圈掉叶子 而且失速气团还在增值扩大 最后叶片集体失速形成拥塞 将入口气流完全组织 就在这个瞬间 燃烧式的压力由于失去抵抗 便推动压气机里的空气向前倒流 终于开始传振 等燃烧式泄压后 压气机因出口反压减小又恢复增压 但传振条件并未消除 等燃烧式憋足了近便再次倒流 于是形成低频大幅的轴向气流脉动 使发动机坑坑地传振起来 窜出的上间度火苗子向前可崩坏进气道 向后可炸破尾喷管 中间还可烧断叶片 而且燃烧式也会因供气不足而富有燃烧 随时可能熄火 对此有人想到火门放弃防治法 原理是当压气机的换算转速低于设计值时 其前半段的气流冲角为正 压气机出力大 空气流量系数偏小 此时后半段的气流冲角为负 叶片被气流推着走 导致空气流量系数偏大 压气机负荷减小 并在叶盆形成窝流 出现了前喘后窝的态势 此时就可在中间即开个放弃火门 使前半段排气阻力减小 油量系数增大回正 同时使后半段近气量减小 油量系数降低回正 这样就扩大了压气机的工作欲度 但坏处是随便放弃浪费推力 于是又有人想到通过同步环 让镜子叶片偏转以调节气流旋度 使气流冲角合适而推迟失速 这样就不会损失推力 但坏处是增加很多零件 使结构复杂 但是我们回头想想 既然压气机减速可导致前喘后窝 表现为前半截出力大 后半截出力小 反之压气机加速又造成前窝后喘 前半截出力小 后半截出力大 那么聪明的观众 本期的问题就是 你有什么锦囊妙计 能让压气机变成前后两截独立工作 以便在前窝后喘或前喘后窝时 互相吸收功率 来自动消除喘震呢 除了